我这次回去向总部递交了辞诚 何总 你不用担心我的离开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因为迟早你也会离开 男人放弃中国执行总裁年薪几百万的优质工作辞职下海 到底是什么样的打击让何成峰会有这样的决定 原来在不久前 何成峰所在的外企公司赛斯 眼看就要和精通签订7个亿的一项合同 何成峰作为中国区域的执行总裁 立马将这个好消息向美国总部汇报 总部的总裁对此十分高兴 拿出香槟表示合同签下的那一天就开了给何成峰庆祝 结果刚表达了祝贺 总部就表示如果合同签下来了 美国这边就会派一个执行总监来帮助何成峰 何成峰可以将精通的单子交给这个执行总监 而他和陆番就可以继续开始负责别的单子了 这一次太明显就是你的努力眼看就要开花结果 不好意思我们半路结果 公司吃肉你跟着喝点汤就差不多了 而且还道貌岸然的给何成峰画大饼 直言这样的决定并不是对你能力有所怀疑 而是很相信你的能力 而精通单子一旦签下来就会有很多麻烦 派员来协助你就是为了给你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你也能继续追别的订单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道貌岸然的谈话让何成峰失望至极 而没过多久因为王桂林的决策 让精通的合同出现了变故 重新洗牌签订合同的事又暂时成为了不确定因素 何成峰向总部汇报情况过后 总部那边变脸的速度犹如翻书一样快 又说让何成峰继续和精通去沟通 竭尽全力去完成这次合作 而之前说要派来的执行总监又说不来了 为了利益将何成峰像猴子一样戏耍的团团转 何成峰气愤的质问上司 赛斯遇到平安盛事一天大好的时候 才需要派美国人来掌握吗 风高浪大前路艰险时就说得靠自己闯出来 公司就只会做割韭菜的事吗 上司两手一摊表示无所屌位 就是如你所说 何成峰对此失望至极 所以决定向美国总部递交辞呈 陆帆对于何成峰的决定大惊失色 但是何成峰让陆帆稳住心态听他缓缓到来 对于这家美国企业 我只不过是个有使用期限的工具 精通的单子快要成功的时候 总部拼了命的要给我们派一个美籍总监来 这个单子停滞了 他们又逼着我去抢别的单子 作为中国区的总裁 博博光没有自己决定进退的权利 甚至连保护我自己员工的能力也没有 我不能接受坐在这个位置上 还要听命于一个年轻的美国人 这不是权利 是尊严 所以我辞职 离开赛斯 自己创业 何成峰告诉陆帆 他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外包公司 反过来和赛斯合作 负责帮精通完成改制上的硬件设备问题 至于7个亿的资金怎么来 何成峰有自己的打算 他要破釜陈州一次想办法去银行贷款 不得不说何成峰的魄力真的无人能及 为了翻身做自己背负7个亿来做一场豪赌 他让陆帆继续留在赛斯负责盯着乔丽 让乔丽顺利的拿下精通的合作订单 这样他才有和精通合作的机会 等到事情尘埃落定就让陆帆辞职跟他干 和坑人的美国外企公司说拜拜 我从来就不是赛斯的人 但是我始终是你的人 何成峰和陆帆如意算盘打得很好 却忽视了王贵林和乔丽的关系 因为一旦何成峰和陆帆退出 乔丽成为了那个负责人去签合同 一旦后期赛斯和精通合作上出现什么意外 那么被问责的就是乔丽 而乔丽又是个小小的销售职员 承担这么大的风险有些残酷 可何成峰为了自己的利益 只能再一次把乔丽当枪使 这对他也许不公平 可这个世界本身 就是由不公平的连锁反应所组成的 我希望乔丽 能学着接受这一点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 何成峰能成功骂下旗舰 这一旦并不公平的零 这一旦并不公平的顶连锁